監院考試員要不要廢除 最近吵得震天嘎响 没有想到監院自己一脚踩进来 是不是太想办案求表现 刷存在感啊 多名監委已去查 山脚断层为理由 要对新北的温仔俊 还有周子洋两大重划区 发动调查 结果消息一传出 立刻被新北市议员痛批 后知后觉 半蓝不半绿的監察院 废掉刚好而已 为什么要这么生气 好 居家刚才抱歉的观众朋友 有没有 我再跟大家讲 監察院到底它的存废问题 昨天给大家是两个字 什么两个字 两两嘛 没了 因为国民党跟民进党都不做的话 那就不用想了 85C写在这里 然后另外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你去问監察院长陈菊 他一定会说他支持废掉監察院 观众朋友 有没有 今天陈菊因为出席活动 被访问的时候他就讲 我身为監察院的院长 支持修宪废掉監察院 当初我就是这个想法 民进党就是这个想法 现在也一样 但是他不支持昨天罗志昌提的那一个 就不修宪 然后呢也不动 可是废掉了監察院 就留下了監察权 然后预算统统要冻结 因为现在29个監委都在 这是陈菊的说法 支持三权分立 理想没有改变 那么修宪来废掉監察院 那观众朋友 因为是这样 大家讨论说監察院 它存废问题 每个人都有不同意见 那我可以跟大家讲 今天我来节目上面 跟大家分析这一题 我觉得废掉監察院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只要把監察院的 它的包含审计权 跟它的相关的这些权利 分出去 然后呢把调查权监委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 纠举 然后还有这个谈和 对不对 还有纠正 把它这个两纠一谈 放到国会立委身上的话 那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这个必须经过修宪 那大家为什么会有这个氛围 君阳哥今天就跟大家讲 为什么有这个氛围 因为監察院就在我们东盛亚旁边 对面 監察院的建筑物 古色古香 但是里面監察院的这个动作呢 也像树栏一样 古色古香 慢半拍 慢好几拍 妈妈来 要什么东西都不办 搞半天都没办 所以大家对監察院的看法 就没有那么好 第一个 它的效果功能不张 第二个 它是不是有这个整个组成的结构 没有代表全民 第三个 它花多少钱 有没有办到 所谓蓝绿多半 还是半蓝不半绿 就这是三大監察院的问题 观众朋友 一年監察院大概花掉 我们国家的工厂十亿 每个人一个月大概二十万 然后还有办公室的助理 他会有配个秘书 还有每个人都有配车 所以光是人事费用 一年就要七点六亿 剩下大概两亿多是这个行政费用 所以大家讲说 監察院拿的钱不少 那你办了什么事呢 办什么事 好 接下来跟大家讲了 最近办什么事 观众朋友 才刚讲了 这个侯友宜 去查三十五年前的案子 我们节目上讲过 他把他们递解出境 当时总统是谁 李登辉啊 对不对 那你怎么想说 他就是个刑警嘛 这么多人 来来找 帮我们先看这一张好了 这么多的警察 因为那天我们讲过了 今天就短讲 你看这么多的警察 要递送两个 当时所谓黑名单 也不是把他们抓去哪里 就请他们坐飞机 离开台湾嘛 为什么就只有听侯友宜 因为到后来当了市长 有请了总统嘛 那其他人怎么不纠缺呢 三十五年前的案子还在查 真的过去没有这么久了 第二个 怎么又跟侯友宜有关 这是侯友宜 他的政见 新北市的温仔俊 周子洋 五谷新庄 那个地方 他把他整个重划以后 他变成是新庄 富都西 然后板桥 温仔俊 他最后会让整个地方 发展起来 原本的是什么地方 我跟观众朋友报告 因为刚好我念府大 所以二三十年前的时候 我就在那个地方骑摸摸车 中港大牌 后面整块 其实就都是铁夫 都是工厂 而且他可能是治安的 这个什么 话外之躯 包含五谷垃圾山 里面可能都不知道 那在干嘛 警察也进不去的时候 因为今天是侯友宜 他当市长 而且他又是警政署长出身 他也想说 把他整块都做处理了 这没问题 这是侯友宜当成是政见的 是他的这个政绩的 现在警察院要去查 观众朋友 我觉得查没关系 那你要有问题的时候查 事出有名骂 对你突然跑出来查 他要查 他这个三角断层 警铃贯穿 温仔俊跟周子洋的 这个重话区 有没有问题 他现在又要查 好 这其一 这跟侯友宜有关 再来 你要知道温仔俊 他过去 来回审查 其实已经十多年 因为他要这么大一个开发案 总不可能就侯友宜一个人完成 内政部 一定要查的 侯友宜现在当市长 也不过第五年 那之前还有谁 之前包含 所有的 包括孙昌任内 都已经 对不对 都经过了这么多的一个审核之后 现在检察还要查 观众朋友 我把我猜度跟大家讲清楚 不是不能查 而是好像突然密集都在查侯友宜 对不对 所以就会被大家讲说 是不是你半蓝不半绿 除了侯友宜之外 国民党职人现在比较多 新竹宝山的台积二奈米厂 也是有断层 他也一起查 那观众 今天产生最近还有查一个东西 我今天还没讲到 就是核能电厂断层弹 对 所以他谈生一些 那观众朋友 因为先前曾经有那个打电话 去问说小云在不在了 台湾可后来失败 大家就会发现说 检察院好像 你拿了钱不少 可是你却好像办蓝 好像不办律 或者是遇到 民进党有一些案子 民众有意见的时候 你又不敢去动 像是什么例子 俊阳哥 像是我们在 COVID-19疫情期间的时候 当时大家对于 疫苗的采购过程 有没有 3加11 其实疫苗采购 还有这个相关的案子 当时检察院也说要查 对 可是当时因为陈池中是指挥官 我们也就希望支持陈池中 行政院长孙昌也讲说 查这个是什么 这太不公平了 讲完之后 监察院真的 他的氛围就是说 这个是帮国家在做事 我们的防疫的指挥官 后来就全部都没有查了 所以两相对比 观众朋友 因为今天我认为 要把监察院给废掉的话 就是应该修宪 国民党现在这样 直接把预算给动掉 我觉得这是不行的 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 阿扁实起为什么 因为29个监委根本都没有产生 所以没有监委 赞你自然就不用预算 可是现在是有监委的 所以陈菊今天也讲了 你要犯 配料监察院没有问题 请用修宪的方式 这个我支持 但是如果还有监委赞 你却动绝预算 会有问题 但反过头来 为什么社会的氛围 这么讨厌监察院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件案子 如果你常常 就是不敢打老虎 或者是半蓝不半绿 民众对你监察委员的看法 就会形成很大的落差 好 雨萱 我们来看到 为什么现在营造一个 监察院要刷存在感 却营造撩起一个 讨厌监察院的风 这两张摆一起就超有feu的 你要查断层是不是 我就问 新竹宝山台阶2奈米 要设在这个地方 断层查一查你就也给他过了 更何况这个断层 什么时间的 这10年了 查10年 你现在说要再查这个 人家才会想说 你是不是朝朝就见指侯友谊啊 当然见指侯友谊啊 就会跟我们讨论一件事情 NCC是不是应该本该是一个独立中立机关的单位 当然是 那请问NCC现在有独立有中立吗 打一个问号 就没有啦 我直接讲说没有嘛 所以这个机关单位本身不是问题嘛 你讲到分别两个断层 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态度 那你怎么不去问问看陈宗燕 陈宗燕那个叫做板上钉钉的事情 各位 我们这个叫做案情选择性的判断 对不对 案情选择性 它有它的判断基准跟判断标准 就如同NCC对待不同的单位 它有不同的判断基准跟标准 但是这个跟基准跟标准 它如果取决的问题 是来自于政党的颜色 来自于政党的倾向 甚至来自于政党的关系 那这个机关就大量自然会讨论 它存废的问题嘛 因为你本来是作为第三方 中介仲裁者的角色 不论说你今天是要对于媒体 不论说你今天是要对于官员 但当这个失准了 它成为什么 成为特定政党的工具跟打手的时候 大量当然会质疑它的存废性嘛 但我觉得反而有趣的是什么 有趣的是好 那请问一下今天陈菊的态度就很妙了 你说雨萱可不对啊 你看陈菊他也支持 把这个监察院的废掉啊 当然啦 他这个我们讲了 坐着说话不腰疼 那钱是你在领 十亿是你在用 那耍废是你在耍废 那当废务院是你在当废务院 然后办难不办律是你在办 然后你现在跟我讲说应该要废 但这双谎嘛 为什么 因为陈菊心里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 处理不了也废不掉 我们讲两个政党我们来谈 一个叫国民党一个叫民进党嘛 民进党对于被监察院的态度原本是什么 原本说 31个委员包括陈廷菲在那里 是不是说反正就把监察院就把他废掉啊 没问题啊 结果马上出来 老柯踩刹车啊 老柯突然跳出来踩刹车 就说没有啦 没有啦开个玩笑啦 不是优先法案啦 不是那个死磕非理磕 结果没想到现在陈菊又跳出来说 哦那我支持这个废逐监察院 那请问一下 黄国昌在讲的时候你陈菊怎么不讲话 为什么是等到黄国昌讲完陈廷菲讲完 而且国民党踩刹车民进党在踩刹车 知道这件事情不会成了之后 你才跳出来讲这种话嘛 所以各位理论上来讲哦 如果依照原本国民党的五权宪法 监察院真的能发挥他的作用 发挥他的功能哦 那基本上是不用废了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很多人讲啊 哎不用啦 把人换好的就好了 换好的人愿意做 那这个监察院发挥他的功用 有这个调查权 能够纠正 能够弹劾 那就好啦 那就不用废啦 错了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制度没有办法 让他们达到这样的功能 这个这才最大问题嘛 我们的制度没有办法确保监察委员 到底会不会依照他的中立 发挥他的行使 如同苏贞昌讲过NCC的一句话嘛 谁也管不着他 他也什么事情也不管 这个才是我们当前监察院最大问题 所以如果这个制度是这样 那是不是应该修 当然应该修 看颜色在办案 观众朋友再来看一次 查侯友谊 查侯友谊 这个也是查侯友谊 Vincent 所以现在就被质疑说 你们的监察院是不是 针对性的办案 监察院查民进党案 查国民党案子都有啦 其实如果你去看他过去相关的案子 其实真的是 真的是所有政党的这个 政治人物应该都是有被查过 我觉得最主要是 监察院他本身的设计就是有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按照其他国家来说 是比照属于是上议院这样子的部分 但理论上他有民选 他也没有民选 他就是总统子民 然后立法院同意嘛 对不对 那你六年就换一次 所以就变成说 势必你总统做八年 做到最后他一定是 清一色都是其中一个总统 去提名出来 所以他本身的设计 就已经逃不掉这个政党色彩的问题 所以我就说大家对他的批判 我理解啊 但是因为这个是他设计的问题 好 那今天的问题就是说 那既然他是设计是这样 那你怎么办呢 我个人觉得该废就该废 真的百分之百该废 我觉得你今天 公投去问大部分的人民 要不要废 我觉得大多数会说该废 来Vanson 新闻点上论新闻 我就问了 今天这个是周子阳 这个温宰尊 周子阳旁边的这个三角断层 上个礼拜吗 去年不是耶 15年前就规划了 那个断层也一直都在 这个时间来查这个案子 时间点 什么意思呢 我是觉得 我的理解 对监察员的理解是这样 我可能是错 但我的理解是这样 就是说任何的监察委员 19席 院长副院长除外 都可以去做调查 任何人都可以做调查 所以有一些人他是调查环境 有一些人调查土地 每一个人的兴趣不一样 那任何一个调查案 不代表这就是监察院 这个院的立场 这是一个监察委员的调查案 那监察委员有几位之后 可以进行这个所谓的弹劾 但是纠正 但是纠正至于 是不是要到弹劾的部分 那就整个院要投票 我的理解好像是这样 所以就是说 你不能把一个监察委员 希望去查什么案子 就是说你看整个机构 都是有问题 好 这是Vincent的看法 你赞成吧 圣哥 这样子 这个民进党对于 这个监察院的看法 基本上前后也不一致 因为你没有在野的时候 过去长期在野 但觉得这个国父 顾顺送餐的武权分立 怎么看着不顺眼 就是那个老法统 但是一旦掌握权力之后 监察院很好用 二十几个监察委员 今天不安抚一下谁 跟一个监委 不然没办啊 一个二十万 然后工作随你挑 想要查谁就查谁 就像侯友宜 周子俊也好 温子俊也好 周子强也好 不讲这个事情 他们都在卖房子了 很多的建案 都在卖那个地方的房子 然后变成一个造证的一个概念 那都要告诉查办 你有这边是断成不能住 那當晚人怎麼辦 那你要去查誰 查當時所有的人嗎 這事情就很久都 甚至到蘇貞昌的晚 當現場的末期 都在整理這些地了 所以你要查這幹嘛 就是翻舊帳嘛 還有過去他在 當任這個刑事局長的時候 這些舊帳一定有要翻出來 還有一間陳詩夢 監察院做什麼 誰判馬英九無罪的 他就專門去找那個法官麻煩 那你說這樣的監委 大家討不討厭 當然很討厭啊 五期報新聞從 2018年開始 連續六年謝謝大家的陪伴 我們已經累計了 總計九億人次的觀看數了 非常感謝大家 重磅消息 跟大家拜託一下 我們快要突破 一百萬的訂閱 我再唱一下 請大家樓上就樓下 Call更多人 來幫我們按讚 訂閱一百萬人的幸運兒 會是你嗎 請大家一定幫忙來訂閱分享 然後我都會看哦 感謝你 還好 不然 我會請你 早就等了 我會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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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對你 我會想是 我會想對你 不然 我會想是 我會想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